将传统糕点做成柿子、花生、井里等形状,更新奶茶、巧克力、芝士等多种口味,在包装上加入中国风元素。 近日,记者走访湖南长沙各大商圈发现,凭借中点西座、国潮包装设计、口味年轻化和高颜值, 换新的传统中式糕点开始向年轻消费群体靠拢,在春节期间成了年货热选。 长沙一家糕点老字号针对年轻人的审美与喜好,在保留传统口味的基础上,改用低糖低脂配方。 根据维炉煮茶的潮流,推出款式雅致包装复古的新中式茶点心,满足年轻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。 绿豆糕摇身一变成麻将模样,红豆味、玉泥味年糕,穿上印有当红不让年年有余的精致外套。 一些糕点品牌瞄准年轻人追求国潮的消费趋势,春节期间纷纷为产品换上具有年味和吉祥寓意的包装,吸引许多消费者购买。 他们包装什么的就比较吸引我们,就带有这种国风元素的话,会比较吸引我们年轻人吧,因为现在也是国潮有点盛行嘛。 价格方面的话,都是自己能接受的价格,所以我们一般也是看自己喜欢什么就会拿什么。 这些口味还都是比较时尚的,就像我比较喜欢吃的这个红豆,孩子喜欢吃的香蕉拿铁,而且都是有吉祥的画在上面,也挺好的。 长沙某新中式烘焙品牌抓住国潮、IP联名等消费热词,接连推出有关24节气、传统节日、旅游文创等主题的礼盒,收获较好反响。 该品牌市场部总监谢震认为,新中式烘焙市场发展迅速,消费者对产品所承载的情感表达、设计匠心也提出更多要求。 他表示,未来品牌将发掘更多文化价值,激发新中式市场的消费潜力。 然后还有我们的西游记,让大家都能在品尝中华美食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,也能享受到文化带给我们的欢乐。